沒甚麼好評論他講這些說話, 基本上不是講給香港人聽, 亦不是講事實, 每一句說話都是面向北京, 每一句說話都是歪曲事實, 有甚麼好講呢?有甚麼好評論事實上, 上個星期跟工社科老師講那番說話, 大家都在完全罔顧事實, 當香港人完全不知,不記得, 事實超超擺在眼前怎可以這樣講呢? 同樣道理,一個兩制的原意 80年代開始講時很清楚,簡單直接, 如果真的高乎鄧小平, 鄧小平清楚講一句, 除了換之旗,甚麼都不變, 現在怎樣? 現在怎樣?有全面管治權,有愛國者治港, 跟著政治制度以至選舉方式, 倒退到80年代都不如, 如果真的講對不起鄧小平的事,他做了, 但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你對不起香港人,對不起歷史, 還要用這些說話來掩飾自己的過錯, 加上講一些完全不盡不實的說話去, 我不知道想得好好誰, 我覺得一個人去到這樣的階段, 沒甚麼好評論,不用這些評論, 歷史會為他做一個很公正的評價, 我相信他也心知肚明, 自己會在香港這段這麼重要的歷史裏辦一個甚麼角色, 他自己很清楚了已經, 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都不是有沒有常識問題, 因為這些是很清楚的事, 放在桌面你會見到的, 還有林鄭月娥的官士徒在90年代已經加入政府做政務官, 他的士徒在90年代開始平穩上升, 那時候也做了一些比較重要的崗位, 譬如他在庫務局做了姚忠儀的副審一段時間, 當時他也出來解釋財政預算案, 香港的財政岸方的事, 後期做了福利署長, 又去環境地點局做過常秘, 其實他對幾十年來香港由主權回歸, 他當時也參與學生活動, 不是學生運動,是學生活動, 實際上我想他對那段歷史他不會完全不知道, 所以現在講的說話完全違背良心, 因爲他現在目前的政治需要, 他要爭取北京的青睞可以繼續做特首, 或者還有其他難言之禮都不定, 總之要講一些北京合聽的說話, 而這些合聽說話就秉承著北京一貫作風, 今日的我打到最後的我, 完全不理客觀事實,不理講那些什麼, 完全遷就當前需要扭曲, 扭曲所有已知的一些證據, 我覺得態度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不是無常識的問題, 這些跟無常識無關, 這些都是無恥的問題, 我覺得很無恥, 很毫無人格的問題, 只要他這樣講有什麼用意, 我覺得用意都不用想得太複雜, 我相信他現在對他來講一向以來, 他都是一個好好上級的官員, 他這次第一老闆是誰, 是否講老闆剛聽的說話是第一點, 第二更重要是他現在要為自己作籌謀作打算, 現在問題放在面前, 他最關鍵的就是他明年六月底便會入門, 我自己個人判斷是他確實是想繼續做下去, 因為他不做下去他真的無處安放自己, 變成他不做立手的話他真的哪裏都不用去, 留在香港又不行,去海外又不行, 曾經想過去英國退休, 屋都已經買賣了, 現在又被人制裁不能去, 難道真的在香港找在家嗎, 回國內亦很明顯他 任滿後他在國內就算生活也好, 他的生活不會很自由, 北京一定會盯著他很實, 因為以他性格他一定會想辦法去撇清自己的罪責, 現在不會讓他生日回憶錄, 不會讓他接受傳媒訪問, 就算有訪問也好似彭帥, 所以我想他在為自己打算這個問題上, 唯有他爭取北京讓他做特首, 但北京到現在都未有正式表態, 事實上到現在北京的真正意圖都很清楚, 所以我想他這段時間要盡量犯壞自己, 講給北京聽我何肯做,何個敢講, 不需要理會事實, 總之適合你聽,適合你洗你拿去吧, 所以他這大半年來都是這樣, 每天每個星期都要准他出來找機會拆兩次鞋, 向北京表一下鐘, 表一下自己最司一國兩制, 你叫我做甚麼我都肯做的態度, 這次上去武漢也好, 大家之前在香港講的都是秉承著這個邏輯, 沒甚麼其他事, 至於他在國內政治鬥爭佔甚麼角色, 因為他事實上看來他哪個陣營都不是, 總之哪個做老闆他想哪個給他機會, 所以我覺得現在形勢都肯定要, 因為他想繼續做, 我肯定要爭取到習近平的支持, 所以我想他現在講的都是秉承中國北京當局, 在過去一年那種態度, 沒甚麼事, 我想他想武漢, 沒甚麼實質的經濟上或事務上重要意義, 主要都是找個機會, 叫做內交,梁景英所講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他現在似乎找沒有機會, 都是想向北京表達自己的忠誠, 爭取連任,所以我相信都是這個因素, 現在現階段他確實,他當然沒有講, 但似乎有些消息都報道過, 他講過如果北京真的沒人呢, 這樣講,他最近在施政報告之後見外國商會 那些代表似乎出來反映商會代表的觀察, 即外國的大使館駐港官員的觀察, 都覺得他很有意思繼續做下去, 這都是他們的觀察,真是假的, 現在香港形勢都比較難觸摸, 所以暫時北京都未有明確表態, 而事實上親中的一些主要機構, 譬如中聯辦、外交部、港澳辦這些, 亦都沒有明確態度, 所以我相信現在仍要看立法會選舉之後的情況, 我覺得有心的人不是沒有的, 很明顯梁振英很有心, 亦都很明顯葉劉淑儀如果有機會有信號給他, 他可以去馬, 葉劉淑儀一定會身先事出, 不過現在暫時北京未正式表態, 大家就按兵不動, 所以明年三月特首選舉會怎樣呢, 我相信真的要過立法會之後才會明朗, 不代表林鄭月娥這時候是唯一的candidate, 我覺得不會是這樣, 我想到時北京要換人的話, 就算現在無人都到時一定找到個人出來, 潛在名單都有好幾個人, 什麼李薯家都是潛在名單的人, 所以我不覺得北京要換人, 或者北京要改變一下做法的話, 要換一個人的話一定會有人上來, 如果北京想繼續現在的做法, 繼續用現在的做法, 即是要找人繼續做盡所謂dirty jobs的話, 林鄭月娥自然是一個交街人選, 但如果北京想調整一下政策的話, 換人的可能性亦不出奇, 現在香港最大問題是連官官員 走出香港都去不了, 除了疫情之外事實上, 政治上都沒什麼需要他們出去, 也沒有人會請他們出去, 所以會否換一個人對打開局面有幫助呢, 我相信這個北京亦會盤選, 所以如果是這樣想的話, 林鄭月娥肯定不是, 因為她連信用卡都沒有, 至於她現在做的事, 跟通關的因素會怎樣怎樣呢, 當然她現在為了討好北京, 她一直都說首與任務就通關, 跟大陸通關, 所以現在才會搞健康碼, 現在傳聞這個月稍後時間已經會通關, 每天有五千個名額都說了, 真還是假,還有待公布, 但似乎如果健康碼都被你搞, 似乎都有這個準備, 這個都是這樣, 但這個通關如果國內不改變那種 要清零政策,我相信這種通關基本很脆弱, 因為事實上香港基本清零, 但你現在還用這麼嚴厲的措施, 搞到美國商會會長都說不做, 跟著歐洲商會那些都不理你了, 我覺得對香港做的損害已經很深, 但她都要這樣做, 原因都是因為要滿足北京的政策要求, 正如有些評論都說清零最早是為防疫, 現在清零是為了清零, 林鄭月娥已經呼應這個動法, 她上武漢都講了一段說話, 清零政策或現在國內國防政策, 體現我們國家的制度優勢, 這些說話她都講了, 所以如果真的仍要秉承自己清零 作為一個目標的話, 你在Omicron之下, 我相信就算通關,通關都會脆弱, 只要一兩個個案, 現在說有融電機械, 不是一個個案會立即封關, 不斷說, 但你看到國內處理方法仍然不惜代價, 不惜人手, 因為有個案是為你幾萬人, 幾千人幾萬人的小社區封住你, 所以一旦有個個案, 那個通關就會很脆弱, 所以其實一點都沒什麼補充, 當然我們都看到現在有個說法什麼呢, 彈性清零是吧, 這麼長的意思, 我不知道具體怎樣演繹, 可能北京都知道清零是很無可能, 所以就穩定一個政策的出口位, 這個也不出奇, 總之現在情況似乎如果不變, 那個通關似乎都會來, 但實質意義未必會很大。